到底靠右靠左開呢 台灣開車當然駕駛習慣往右邊靠 不過在台中的環中路上有民眾發現 有的回轉道是要靠右 有的要靠左 這搞得駕駛不灑灑 同一條路上面就有不同的標誌 讓習慣靠轉彎靠右的一個駕駛 行經靠左的回轉道還差一點 和對象來車撞在一起 車子行經回轉道到底是要靠左還是靠右呢 回轉靠右 但奇怪了 地上的標誌怎麼是反方向呢 搞得駕駛不灑灑 停在中間猶豫了好幾下 光是一條環中路回轉道要左轉 一邊是要靠右一邊是要靠左 到底是要靠右邊還是左邊 讓駕駛們猜不透 還差點出車禍 有一次晚上 然後開車也是照著那個習慣走 走到要靠右邊走的時候 然後突然發現我的對象有一部卡車 那時候才突然發現說 它的標誌是我應該是靠左邊走 民眾開車行經環中路六段到七段就有三個回轉道 轉彎通通要靠左 但往前開回轉卻又變成要靠右 讓人不禁想問開一個車也要一國兩制嗎 一個路段一條路從頭到尾就有兩種狀況 那這種會造成一個駕駛人的混淆 我到底要靠左邊還是靠右邊 交通處表示全台的回轉道都還有標誌不統一的狀況 因為明文沒有規定回轉一定要靠右還是靠左 用路人只能睜大眼睛仔細看 地上的箭頭是畫右還是畫左 小心駕駛了 中日新聞陳思源林靜雯台中採訪報導